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聚德在去年的夏天 已经开到来我们的多伦多了 而且整天都排长龙 很难拿到位 其实有什么秘诀呢 有什么那么好吃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了 多伦多全聚德的两位负责人 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分别是我们身边有两位 全聚的负责人 一位就是总经理 高总 你好 好 谢谢你 欢迎高总 就是高全总经理 还有一位就是他们的 Sales Manager Jeff 你好 Michelle 你好 Jeff 那么就是说全聚德 一说起全聚德 大家都一定都会知道 就是北京非常出名的 这个全聚德了 那么高总 首先我就想就是说 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知道 你是代表全聚德了 代表这个多伦多全聚德了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 多伦多作为北美洲的 全聚德第一家的分店呢 其实一开了以后 一年多 非常非常的火爆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时间过得真快 马上全聚德店开业 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在这里呢 我也想对呢 全聚德自开业以来 包括咱们筹备期 一路有非常多的朋友 包括咱们的联邦政府 咱们的当地的各界朋友 包括咱们的集团的 各位的领导 对咱们全聚德多伦多店 在多伦多开业 这一路上的工作 给了大力的支持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多伦多呢 也是经过了这个三年的准备周期 三年 经过了三年 所以这个店终于在去年的8月22日 正式的开业 另外呢 咱们全聚德多伦多店呢 也秉承了咱们全聚德百年老店的 一种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精神理念 比方讲咱们像咱们 中文来总理对全聚德的权势 权而不缺 聚而不散 人德至上的一个建店的经营理念 所以说也是在咱们多伦多 按照这个理念去发展经营 在这里呢 我也对咱们广大的时刻 因为截止到现在 咱们已经将近接待了将近十万的客人 将近十万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也是代表这次有这个机会 向咱们广大的时刻 包括咱们多伦多的观众 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谢谢 谢谢高总 那么在我们和Jeff Sales Manager聊天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短片呢 希望呢 大家先看一看这个两分钟的 全聚德的短片 一起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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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